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陶害司法非常奇怪 起碼規定有死刑 法官卻不判不執行 無期突襲卻可以重獲自由 直接窮凶極惡的殺人犯 只要道歉可教化 有沒有錢賠無所謂 就可以平安的重返社會 卻完全沒有想過 在他們迫害的被害者家屬 有多麼恐懼法官的網開一面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發那一天 今天有名宅烈焰吞噬 山坡窄相難救火 良女一男葬身火箍 大門外詭異寶特瓶 分手二男友報復 女兒拖累雙親崩潰 連續縱火法院判身 幸存者陷入恐懼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二男良民中 縱火三死案 好可怕 民國九十四年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可怕的男生 然後強迫我必須跟他交往 可是我的父母為了保護我 也勸到他不要再來打擾我 沒想到這個魔鬼竟然就放火 把我的爸爸媽媽跟弟弟的女朋友燒死 雖然我沒有被燒死 但是從此之後我過著生不如是的日子 母親節到了 我跟弟弟都很想念我的母親 每個特別節日我們都很想念家人 想到當年無辜於害的爸爸媽媽弟弟的女朋友在活裡面 痛苦的哀嚎的場景 其實歷經那麼多年 我現在扶著她她的全身都還是在戰鬥 大家可想而知 一個無辜的女孩 然後呢遭受了這麼樣的打擊 2023年母親節的前三天 該是溫馨感恩的日子 在安安心裡卻是有無限黑暗的恐懼 她控訴一個魔鬼 可能即將再次侵入她的生活 這些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要回到2005年元旦後的 第二十五個小時 趕快進去 趕快進去 進來沒有 放去 放去 火場傳出一聲轟然巨響 還夾雜猛烈的火蛇 沙房靈雲趕緊撤離旁邊的民眾 緊急沙水逆火 往上 往上 屋主的女兒聽到蕭琪 趕回家裡急得打呼 我們在家裡走 我們在家裡走 來吧 去吧 傷心的家屬哭得幾乎要昏過去 因為火場裡面抬出來的是 一具又一具被虛黑的屍體 首先被發現的是 51歲的男主人簡經成 又飛了 後面 再忙一下 由於救人緊急來不及找單架 消防人員只好用人力接駁的方式 把人給背下山 但不幸的是火場裡面發現的 都是冰冷的屍體 接著發現的51歲的女主人蘇寶玉 和她兒子的女友許甄銘 也都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當時在家中的三個人都不幸葬身火哭 1月6日凌晨1點36分 在基隆安一路100巷的這處民宅 突然傳出了爆炸聲響 大火堵住了門口 瞎載山坡 救護車 消防車進不來 最近的消防栓 距離火場有50公尺遠 種種不利因素加在一起 屋內三人雖然沒有遭烈焰吞噬 但由於來不及搶救 統統被農煙嗆死 喝一杯就出了 出名駕駛發援 有腳衣服 趕快去找救援 我們有很多叫出名駕駛 蔑駛進來 我們都在那裡躺著 是嗎 現在是我們都在 後來就像捕捉 拔拔丟的就算了 一場大火來得突然 一下子躲走了 三條寶貴的生命家屬 是悲痛欲絕 簡家的友人也不可相信 因為51歲的屋主 簡金城還是個擁有 數年一消資歷的老隊員 平常除了經營小檳榔攤 幫忙救災 就是簡金城唯一的興趣 火場中 從他手中救出的人不計其數 而大家一直到簡大哥 一定馬上就豎起了大拇指 這人的目標 是真的正在 這個看來不想來 來生氣 我們是覺得十二萬元 是很痛苦痛苦的感覺 那有一個做人嗎 這個人做人有很痛苦 這個人做人有很好的 在火災現場 可以看到這部疑似是 起火點的機車 已經被燒的是面目全非 現場還發現有可疑的寶特皮 究竟那邊的 監視人員仔細採證 檢察官也親自到火場 只會調查 家屬強烈懷疑是遭人縱火 才剛迎接新年 一把火就燒死三個人 竟然這出慘案震驚社會 只是這火究竟從何而來 監視小組卻陷入了難題 因為有幾個地方 都像是起火點 暗夜裡的一場大火 多走了51歲簡姓夫婦 和他兒子的女友三條人命 家人在門口撒名指 希望他們一路好走 原本一度以為是機車招人縱火 但是被燒的只剩下骨架的機車 輪胎卻都還在 年曼是被燃燒掉落的冷氣機波及 見識人員勘察火場初步判定 起火點是屋內的窗戶一帶 但窗戶的視周圍並沒有電線 電線走火的可能性並不高 而且火警發生時 三名死者早就已經入睡 並沒有人在客廳活動 唯一的可疑物 就是門邊的一個鄉親油罐 採到那個 那種屬於比較宜蘭性的東西 然後請他家屬來確認 除了這個 就這個而已 就目前只有採到那個 但是那個因為他們家屬 確認說那個他們自己的東西 對 而且他們自己的 經過沒有 實者而止說上個月 父親曾經出庭作證 有可能和人結怨招人報復 警方還要深入調查 發現火警發生前的三分鐘 有一名可疑男子騎車經過 警方從通聯跟檢家女兒說法 鎖定女兒才交往不到三個月 就有兩度分手的前男友 梁明忠 對方不但曾鬧他上班酒店大鬧 還為債務問題 讓債主追到 女方家的檳榔攤討債 檢家父母當然全力反對 直接分手後 安安然多次遭梁明忠恐嚇 嗆說你給我試試看 我一定會讓你後悔 大概是三個月 結果就交往了大概一個禮拜 我就覺得他就不正常 就是有一些很強迫的那種 症狀都跑出來 然後我就 那時候我就開始閃著他 然後他就是會恐嚇我 然後做一些很很極端的事情 這個男的只是認識 就壓著他到頂樓去 動不動就威脅他 你不跟我往來 我就推你下去 我就把你摔死 然後他的爸爸媽媽 基於保護女兒 也不斷的告訴這個姓梁的惡魔 說麻煩你放過我女兒好不好 拜託他不要騷擾 元旦那一夜 安安在舞廳唱歌跨年 掛了梁明忠的電話 沒想到讓男生心情報復念頭 深夜先到女生家勘察後 跑去下藥站 用寶特瓶裝油 在門口放火逃逸無蹤 案發後半個月 警方登門逮捕 搜出了相關證據 將他移送法辦 官司卻一打六年多 2011年3月26日 才終於三選定業 警方事後查出涉嫌縱火的嫌犯 是這名梁姓男子 因為不滿女友跟他分手 到女友住家 放火燒死 女友爸媽等三個人 最高法院依照殺人罪 判處無期徒刑定業 梁姓男子喊冤 沒有監視器拍到他縱火 不過檢警根據事發前 他買汽油的發票 加上沒有通過測謊 認定嫌犯就是他 可是因為沒有監視器 畫面沒有目擊者 所以法官沒判他死刑 而是判他囚禁終身 這一個縱火的惡魔 他不是第一次縱火 他是縱火的雷犯 把我的家人這樣子燒死 在法院從來不認錯 然後只判了無期徒刑 沒有死刑 法律也沒辦法幫我家人報仇 我對我的家人充滿虧疚 直到今天 我每天只能哭 一直哭 然後 想到這一個人 這個可怕的魔鬼 我真的每天都不敢出門 然後 這次得到很嚴重的恐慌症 跟憂鬱症 我國刑法77條第一項 是規定受刑人的假釋門檻 1997年以後 無期徒刑假釋門檻 從10年延長到15年 諷刺的是 這件火警爆發後三天 立院才剛剛二賭通過 要把假釋門檻拉長到25年 隔年2006年才三讀實施 重點是不肃及既往 因此梁明忠入獄 只要15年就可申請假釋 我每天都想著這一個人 他是假釋 什麼時候要假釋的 什麼時候要回來 會不會再來騷擾我 或是回來又到處去縱火 所以我想請求法務部 台灣社會真的有很多像我們一樣 無辜的被害人跟家屬 殺人中夥犯 最大惡極 他們應該終身囚禁 這才叫做無期徒刑 殺人中夥犯如果還能假釋 這世界還有天理嗎 國家對殺人犯為什麼要那麼好 家屬做了感受 希望法務部能聽到家屬的聲音 台灣跟我一樣的被害家屬真的很多 我們常年在恐懼絕望中 不要讓被害人會有這麼多的恐慌 整個生日子都不知道該怎麼過 真的一直吃藥吃藥吃藥 梁明忠曾在1996年被分手之後 也曾打電話恐嚇前女友 說我汽油已經買好了 你們全家要小心 之後在大樓縱火未遂 被判刑一年十個月 緩刑四年 這回他放火害了三條人命 不到20年就有機會重獲自由 對幸存的簡家姐弟而言 有多麼可怕 從108年到112年 死刑沒有人被判處死刑 你怎麼殺人怎麼放火的 我們的國家就說不用死刑 沒有泯滅人性 我再強調一次 我做了很多年的更生的照顧服務 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給更生人寬容的機會 唯一就是你們這些殺人放火的 你們有什麼資格出來 尤其是強奸女人 強奸小孩的 請法務部告訴我們 正是什麼叫做無期徒刑 縱火殺人 天理 南龍 無期徒刑就是應該要終身監禁啊 梁明忠一旦獲釋 他會做什麼事情 沒人能預料 但確定的是 幸存的被害家屬們是絕對活在恐懼當中 而判身的法官們也絕對是置身事外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你認為台灣司法是玩假的嗎 是在縱惡人放任犯罪嗎 歡迎想法的小夥伴 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我是小Z 我們下集見 我們在武蛇台 被撤照 我們在YT 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 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行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你趕快下載中天行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致滿足